国考这两天要出成绩了 八字没一撇呢 这牛还没上天 有人就跟他吹 我以后得要嫁给当官的呀 昨晚一对分手的情侣 找我调解矛盾的 是调解分手的呀 哎呀这年头 这种苦逼活 以后再可不能接 这五年前 男士大专毕业做销售的 自己挺努力 一个月能挣到一万左右 这个钱已经不低了吧 当时呢 谈了一个同校的女朋友 但是人家是本科 学的是设计 同年毕业 工作大环境不太友好 女朋友就在家里准备考研 男友就在外 辛苦的搬砖 是一点点供养他 每月给他交着房租水电 额外再给3000元的生活费 还不定期的 给他结算着花呗 这一年后 女友顺利的考上了研究生 男友因为疫情 这工作不好干 每个月也就两三千的收入 但每个月依然会给女友 打过去3000的生活费 去年的女友是硕士逼一样 男士希望他能够找到一份工作 安定下来 两个人可以早点结婚 被女友给直接拒绝 说要全力去考公务员 这男友心里可不放心 供养你三年了 你还不得赶紧跟我结婚 这要是考上公务员 万一把我踹了怎么办 于是男友就提出 可以考公 但是很希望两个人 是先登记结婚 谁知这个提议 直接把女友给气着了 那就跟炸了毛的猴猪一样 说什么我也不同意 最后两人又约定好 可以考公 但是不管考不考得上 出了结果立马就登记结婚 双方都同意 于是男友又开始辛苦的 搬砖又供养了女友一年 这在前天的时候 这国考马上就要出成绩了嘛 女友提出分手 理由是两人性格不合 男友不接受 认为女友肯定是因为 马上就要出成绩了 怕和自己结婚 连累她 所以才分手 女方听了之后 辩解说呀 已经都没有感情了 在一起也没有必要了 男友听完 情绪很激动啊 说两个人将近六年的感情 怎么可能说没就没了 自己还等着结婚呢 就这样 两人的是 你一言我一语啊 互相挣扎呀 把我夹在中间 最后女方和我说了实话 说自己的研究生同学们啊 不是找了博士啊 就是找了公务员 要么就是找了个留学的 男友现在这个条件 确实不是一个阶层啊 家里人根本就不同意了 在一起呢 只是互相耽误 听到这儿说实话 我也不太喜欢听了啊 我问这姑娘 南方供养你这五年多的时间啊 学费生活费 你爹妈干嘛去了 她说他们都是农村的 家里穷没有钱 南方听到这儿 就有些控制不住啊 说自己付出了这么多年 你怎么忍心跟我分手啊 这姑娘听完呢 也是鱼不惊人死不休啊 说的好像你没给我睡一样 便宜你也没少占吧 一语激起千腾浪啊 两人又开始为这 谁占谁便宜啊吵架 哎呀这三官刷的我家 那无规可里都赠光瓦亮 吵到最后啊 这姑娘开始劝男士啊 分手 两人本身就不在一个阶层了 结了婚也要离婚的 南方这边呢 说什么也不甘心 觉得自己这几年付出的啊 青春没有了 钱也没有了 老婆也没有了 这时候女方说了一句话 真的又让我刷新了三官 我一直在努力进步 你呢 听到这儿 咱也不能忍了呀 姑娘 我就不说包养 这么恶心人的话了啊 我是这位女男友感到悲哀啊 你说好好一男友 干了爹的活 还没那个男友的待遇 也不知道图个什么呀 你说你也付出感情了 恕我直言 我看到的只有你 在混一张短期饭票 而且还混的是理直气壮 假如你考上公务员 大概率你会觉得他配不上你 会一脚把他给踹掉 然后跑来相亲啊 就问没人 什么样的男人 才能配得上你这种 颜值在线的国家公务员吧 保佑啊 你这种人千万别考上 有你这样人品的公务员 那老百姓也是遭了罪了 看不上这儿看不上那儿了 最后调解 这男方同意分手 要求给这五年的生活费啊 都是有展上记录的 一共算下来有12万多 其他的还都没算 女方觉得这钱要太多了 说自己也付出了这么多年的感情 不应该算得这么清楚 说只愿意拿出两万分手 我一听啊 这都觉得不公平啊 你大白天做梦 拿人家钱怎么这么不要脸啊 都要当公务员了 给自己留点脸 这要是闹到单位 你还怎么混啊 最后这女方呀 同意签了一个十万的欠条啊 三年还清 这事啊 才能结束 现在跟以前的爱情不太一样了 我那时候听我妈说呀 我就当年考上公务员的时候 第一时间跑回家 那个时候交通也不发达 需要坐摩托车啊 摩滴啊 就倒好几个村子 找到我舅妈 抱住她第一时间就告诉她呀 我要娶你 说她有能力给她幸福了 现在呢 上岸第一件呢 先把心上人给踹了 爱一个人呢 你就好好爱啊 别那么多的利用 好多男人是一点都不会相亲啊 你看看咨询我那些问题 让我如何回答呀 有一位男士啊 听说相亲要给见面礼 于是批发了十条金项链啊 见一位送一位 四年过去 制机包里还有两条 那我都送了礼了 为什么人家不跟他处对象啊 还有一位男士 相亲认识了一个姑娘啊 对方调着她两年多了 和别人结了婚 又产生了报复心理 跟我沟通啊 女方他娘呢 也是单身啊 怎样才能追到手 我痛不痛苦啊 还有个男士 条件很差 没车没房 为了撑面子呀 租了一辆保时捷去相亲啊 这女方呢 特别热情啊 看上保时捷了 现在面子下不来了 问我 怎样快速才能得到一辆保时捷 妈呀 这个王八看了都得心疼我呀 这么不会相亲的吗 今天啊 我就给你们说说 相亲的一些潜规则 这些啊 你得懂 这个相亲啊 一定是要从门当户对开始 势均力敌 互相信引才是最好的爱情 阶级差距太大呀 两人之间的爱情啊 很容易被利用 女人相亲呢 一定要趁早啊 因为到了27岁 你就会发现 身边啊 你能看上的人越来越少 而到了35岁 能看上你的人呢 也会越来越少 不要每次啊 想完期就去问对方 态度啊 你有没有看上我呀 咋的还能立马爱上你吗 他的态度 你是可以感受出来的 热脸贴上冷屁股 不难受吗 如果你看不到 对方态度是啥样的 这事啊 基本就黄了 女人单纯想靠年龄和美貌 不会长久 在某些男人的眼里啊 这只是一项 不断贬值的资产 他们会认为 最划算的投资方式啊 是租资 所以你要努力提升 自己的经济价值 这相亲的时候啊 这个两人之间的关系啊 那是一步步升级来的 不要说一些越级的话 表现出越过 你们现有关系的关心 哎呀妈呀 我见过一见面 就拿花表白的啊 还有长篇大论 说自己如何 意见钟情的爱上他 他傻还是你傻 另外这聊天的 也要懂得去升级 能视频啊 不语音 能语音呢 不文字 这文字啊 是最没有感情的 当你们无话可说的时候啊 这事啊 他基本就凉了 不要认为呢 你可以搞定一个高傲的人啊 高傲大多数 摆给那些啊 自己不喜欢的人看的 那自己喜欢的啊 瞬间变成啊 乖巧的小绵羊啊 闲得没事 就可以审视一下 你们之间的关系 如果你感觉 哎自己有点舔狗的味道了啊 那就先冷落对方几天 再决定啊 要不要去追 此时呢 这段关系啊 他已经变质了 追求的时候 自己的位置摆得越低啊 他越没有机会 尽量维持啊 平衡的原则 对方呢 是在找另一半 而不是在找舔狗 男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 他择偶要求 始终如一啊 就是年轻漂亮 女人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的择偶要求 是慢慢变化的 那最开始啊 是长相啊 后面呢 是会向情绪价值倾斜 最后呢 是以经济价值为基础 然后追求啊 品质和稳定的生活 谈恋爱呢 才会讲究情绪价值 婚姻在一定程度上 就是利益结合 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啊 先提高自己 增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啊 远比把时间啊 浪费在对方身上 哄他逗他开心 更有用 更划算 咱们啊 追不上就换一个 别当备胎 这备胎的命运 可是很凄惨的 就算有那么几个 幸运的备胎 转正了 对方也只是啊 没得选了 将就而已 在处理两性关系的时候 不要对爱情期待的 抱有太高了 尤其是相亲啊 简陋的情况 一般都是发生在校园 步入社会之后啊 基本不可能存在的 恋爱知识懂得太多呢 也只是帮助你能搞定啊 阶层相差不大的对象 想要追求自己 理想当中的那个人啊 还得提升啊 自己内在的核心竞争力 相亲你要学会撩 而不是去追 追呢 则是小心翼翼的 去照顾对方情绪 讨好他 撩呢 则表现为随心所意啊 大概呢 就是指 只对你一个人 在一定程度上 展示自己的高价值 从而达到吸引你的目的 以上内容呢 大家呢 得谨记 我现在要去回答 那些奇形怪状的问题了啊 有问题你可以给我留言试试啊 反正奇怪的 我就笑笑 我就是不答 Cesar is home